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肥胖的人他得癌症的机会 是一般人的得癌症三倍到五倍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尽量不要 不要胖起来 那么很简单 你发现你身体不太灵活的话 就是有问题 尤其体重在增加 这个你赶快做呼吸做运动 就有氧运动 那么这是肝脏 我刚才讲肝脏75%是从肝脏排毒 所以你肝脏还是要保肝 除了工作的问题 尽量不要熬夜 熬夜的话你就是增加肝脏的负担 我们肝脏的话 十一点以后就要休息 你不让他休息 他排毒就比较差 那么肝脏很重要 我要保肝 那么我刚刚讲就是说 你累积很多毒素在身体里面 你身体里面就会容易毒素 并且发炎的现象 所以你发现你容易感冒 你容易得泡疹 像我得血癌的前一年是得泡疹 得了很严重的泡疹 所以当你开始 譬如说 常常容易发烧 容易感冒 容易咳嗽 容易疲倦也要小心 容易疲倦也要小心 得泡疹 奇奇怪怪的 这些身体在警告你 因为这个时候 你可能身体 我们身体很聪明 他要在告诉你 那么你要注意他 要怎么去保养他 要怎么保养 还有各位 我跟你们讲一个观念 你这些身体的健康 你去医院可能你得不到 但是医院没有那么多时间 告诉你 健康是什么 这个要有的概念 有人天天在跑医院 没有健康 没有健康 你注意看看 跑越多越不健康 要健康的话 你要回归自己 去研究它 去做运动 去做什么 你才会健康 医院是帮你 治疗你的疾病 甚至的健康 可能你要到达岸神明公园 白天达岸神明公园 泡一泡 下午 下午三点到五点 运动最好 那么早上怎么样 早上可能到 我现在发觉这个地方 可能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早上来这里看师 下午去达岸神明 运动 你退休的时候就这样子 保证你健康 OK 我退休以后可能 以后早上就来这边 开始下午去那边运动 好 那糖尿病 癌症 过敏 现在医血很有意思 发觉说 这些 巴金森 退化症 忧郁症 心脏病 糖尿病 癌症 通通一个原因 就是累积毒死 累积毒死以后就发炎 所以我们医血 现在变得越来越 越简单 原来原因就是这样子 就是毒死 你把它排出去就好 排毒就好 就这么简单 好 毒死累积 我们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很简单 非常简单 各位再看一下 你如果没有运动 我们肥胖的人 体温很低 我也是常常看到 有的胖子 他冬天也很胖 跟我们想着 你那么胖 为什么会胖 因为 我们身体产生能量 产生身体温度 是靠肌肉 不是靠脂肪 所以胖的人很胖 因为他的体温低 体温低的话是怎么样 容易得癌症 容易累积毒死 所以各位 一定要运动 运动 让肌肉瘦瘦 多一点肌肉 你的体温才会升高 就很简单 那么肥胖 运动不止 老化 我这个以前是写老人 但是我发觉 用老人的话 对人家很不见 因为有些老人 他没有老化 他更健康 好了 现在年轻人 有的老化了 真的 有的年轻人是老化 他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不懂 他代谢 十度半 所以有时候想法是 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你要让你的新人代谢快 那么你才有办法排毒 你才不会生病 这关键很重要 肝脏是在你要保肝保肾 不要随便吃止痛药 你要跟你的止治医师 做好的沟通 自己要小心 有时候自己去药房买药的话 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时候你 现在药房很好都是有药剂师 你就问他 要注意什么 他会跟你讲 那么再来就是垃圾的东西 这个我想不用讲 电视一天到晚再讲这些 你自己稍微用心一下 有些 你在吃东西 不知道它是什么 你就不要吃 有时候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 我就在我叶母家吃饭 带我叶母去菜市场 这个不要吃 那个不要买 这个 我们都吃天然的 我就跟我叶母讲说 不然你这个鱼丸 有没有 鱼丸 有时候那个不是不好 你要看是哪里做的有的 还是做的很好 我说这个鱼丸 我们就不要买 因为我那时候身边 希望能够吃健康一点 那我叶母对我很好 就说好 那就不要买 后来奇怪 又买了鱼丸就买回来 我说奇怪 我不是跟你讲鱼丸不要买吗 你怎么又买 不是鱼丸 不是鱼丸 那是花枝丸 他跟我讲花枝丸 可是你应该观念不一定容易改过来 我们的意思就是 如果不知道他怎么有必要 但是他以为说你不要一碗 那就花枝丸 我有一次在跟叶母讲说 多吃一点海带 多吃一点海带 那么海带当然要吃到健康清洁的 那个叶母就很感动说 我前一次 因为我那时候吃 一次吃一些海带 海带可以帮忙造血 它有很多花青石 花青石可以造血 如果得癌症的时候 吃这些花青石 或是那个黑芝麻 你会帮忙造血 那我跟那个病人讲说 你就吃海带 结果病人很感动 就送送送鱼是什么 送我什么东西 海带饼干 我说 这饼干 因为癌细胞喜欢吃糖 癌细胞喜欢吃糖 是我们正常细胞的18倍 所以你有一直在吃糖 你糖尿病 刚刚我讲肥胖 糖尿病的病人 得癌症也是一般人的三倍到五倍 你如果是得癌症的时候 拜托你 糖要减少 要再尽量减低 这等一下我会再讲 因为饼干还是 对一个癌症病人还是不太好 所以你有一个概念 因为没有那么 我们人在改没有那么快 你吃香蕉 对 但是香蕉膏 那就又不太一样 跟香蕉又不一样 你要知道你吃什么 我们不吃到那个东西不好 你如果知道 它适合你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吃了